好 準備3 2 1 我不是忘記要拍Natural Sarah 但剛剛在利園區手機APP 看到一個很划算的優惠 今天我就用了利園區手機APP的 外賣自取程式 看到裡面有MasterCard 逢星期三買滿90元-30元的優惠 立即訂了十里洋場的茶黃煙燻脆皮雞 就讓我煮酸辣湯和螞蟻雙酸 計算了200多元就有一餐豐富的上海大餐 事不宜遲 讓我先煮酸辣湯 好了 現在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我先把它們切絲 首先今天會有紅蘿蔔 切絲後口感就更加好 然後我會準備一些鮮木耳 我喜歡用鮮木耳因為不用浸 就可以很快手就用到它了 我現在都是把它剪成一些條狀或絲狀 跟剛才的蘿蔔是差不多的形態 吃下去就會更加好吃 或者我可以捲起來 然後直接這樣剪 用剪刀非常之方便 我喜歡在酸辣湯裡面加木耳 令到它的口感很彈牙 很好吃 好 這個都完成了 先把它放在一邊 好 接著就會有鮮冬菇 同樣我覺得用鮮冬菇 其實味道已經非常之好 所以就不用特地買乾冬菇去浸 我都是把它切成一條條 我會用大概四粒的冬菇 搞定 另外一個材料還會有金菇菜 不過這個不用切了 我們用大概半包的金菇菜 就已經OK了 材料這樣就已經切完了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炒了材料 炒一炒材料都會香些 好吃些 我們開個中火 加少許油 先熱一炒鍋 鍋已經熱好了 現在加一些材料 好了 現在你看到材料已經炒到非常之軟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雞湯進去 然後再加少許水 用中火煮滾 好了 現在已經滾起了 我們在湯底裡加一些醬料 調味 首先我們會有辣豆瓣醬 然後有生抽 再有少少的黑醋 最後就加少少的麻油 調味 基本上你就已經看到酸辣湯 平時那種啡色的湯底 已經出來了 喜歡吃有酸一點或者辣一點 就可以再調教剛才的醋 和辣豆瓣醬的份量 好 現在調好了底 我們就可以把 嫩豆腐加進去 煮一煮 酸辣湯是一個素湯 但是非常之惹味 等它煮一煮 然後再加上芫荽 就可以了 其實就非常之簡單 隨時在家裡 隨時都可以做到 現在它就滾起了 倒入生粉水 再讓它煮一煮 變成結身 這樣就可以了 酸辣湯最重要是足料 淡淡吃到它才好吃 好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我可以先關火 加上芫荽 拌一拌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先放一片 然後做螞蟻上樹 就可以開飯了 現在等我們快手煮螞蟻上樹 這個菜真的非常之快 好 首先不少的當然有粉絲 粉絲呢 其實你用水浸五分鐘之後 晾光水就可以用了 為了一陣間 吃下去會比較容易 以及炒得比較容易 我會將粉絲剪開少少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拿去炒 首先我們會先炒一些豬肉碎 開個中火 加少許油 今天我們會用到免治豬肉碎 我們就不用預先把它醃了 因為一陣間我們炒的時候 就會加上調味料 所以非常之方便 非常之快手 好 爐都熱得差不多了 首先就要加一些蒜頭 爆爆它 接著我準備了一些紅蔥頭 加上去 令到它惹味一點 先炒香了它 聞到香味之後 就可以加上剛才的免治豬肉 炒免治豬肉 記得要壓一壓它 以及弄散它 否則很容易會變成肉餅 現在我稍微弄散它 豬肉要炒得夠碎才好吃 看到它開始有點鬆散 還有它都差不多變色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調味料 今天的調味料 少不了就有辣豆瓣醬 然後我會加少許的蠔油 然後我會加少許的老抽 給它一些顏色 我現在炒一炒它 炒一炒它 好 炒均勻它之後 加少許的糖 調味道出來 要炒到豬肉碎全部都已經沾上醬汁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呢 等我在鍋邊加少許的紹興酒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加少許的水 做一個醬汁 然後加上粉絲就可以了 加水的程度 大概會加到差不多 蓋過了肉碎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除了今天的菜 我們在利園區的手機app 訂購之外 今天所有材料都可以在利園區的 禮頓Fusion可以買到 非常方便 現在就滾得差不多了 可以加上粉絲進去 炒一炒均勻它 讓它吸收醬汁 吸滿醬汁之後 再煮一會 讓它入一入味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菜我覺得 菜飯真的一流 最後的步驟 我們先關火 加上蔥粒 拌勻它 很快 螞蟻上樹就完成了 準備上碟開飯了 嘩 30分鐘就可以煮好一菜一湯 加上香脆肉嫩的 茶黃煙燻脆皮雞 嘩那麼容易就煮好一頓 豐盛的晚餐 如果你都很想像我一樣 那麼簡單 就煮到一頓 這麼正的晚餐的話 就快點用利園區手機app的 外賣自取功能 記住 逢星期三還會有mastercard 買滿90元-30元的優惠 去到利園區的超市 買完所有材料 就更方便 descri不過看 待會大家 遮住